在政策的一件事 你可以談桌面 接下來我要談一個議題 就是說這幾天大家 剛才亮哥其實有談到說 有些民眾很有感的 政府不知道有沒有感 或是政府無感 就是物價通膨這件事情 哇 泡麵漲 或是說賣燙老啊 或是說還有好幾家 連著接著漲 就大概一家漲之後 家家都漲的那種感覺 其實小老闆其實最深刻 所以還是開始而已 對 可是我有看到 相關的經濟部門 經監院什麼等等 就說沒有這就是物價上漲 這不是通膨 是 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因為我們通膨的定義是說 它必須持續性的上漲 可是老百姓聽不懂 他就覺得就是漲了 我就跟你講數字嘛 持續性的上漲 通常都會超過15%以上 那最重要的指標是薪資上漲 你的薪水會上漲 新的上漲就會帶動一切 那我們現在主要的是 原物料的上漲 能源的上漲 那因為我們很多東西 都是進口的 比如說我們的大豆是進口的 所以比豬肉一定漲 那比如說玉米 我們玉米是進口的 所以現在那個麥當勞 玉米湯不是漲了20% 對不對 那能源我們都是進口的 可是我們的薪資 你知道軍工價明年漲4% 對不對 那那個還會在帶動上漲 漲了薪水還會在帶動上漲 當然啊 當然是這樣啊 當然是這樣 因為那個企業 也要漲他員工的薪水 他怎麼不會轉嫁到消費者 然後再轉嫁到消費者 當然啊 那美國也是如此啊 美國現在有一個 特殊的原因造成漲 因為他的供給 他的供應鏈發生阻塞嘛 就大家認為說經濟有點復甦嘛 所以就開始加訂單嘛 那結果運不出來 運不出來有非常多的原因啦 包括突然之間發現 貨櫃船不夠用 那或者是說缺工 比如說你要挖油嘛 因為油不夠啊 那很多石油就要生產嘛 結果找不到勞工 那美國是更明顯 因為美國是把中南美洲的那些人 都趕回去了 所以他肯德基 連那個肌肉要拆骨頭的工人都沒有 所以現在那個五股 五股肌肉現在在肯德基 很多地方都買不到 趕回去因為當初也是因為 疫情的關係 把這些或者是 相關的政策 或者是那個移民 移民總之啦 然後那美國有很多下層階級的工作 都是這些有點灰色非法合法 移民做的啦 比如說貨車司機 就是一股灰色經濟的力量 結果現在貨車司機也找不到工 然後果樹成熟的要採果子 找不到採果子的工你知道吧 然後貨車司機也沒 然後美國突然發現 它的港口太老舊啊 那突然之間貨櫃船 一舉這樣進來它沒有辦法瞬間卸貨 比如說美國現在平均在加州外海 有一些船甚至要排80天 就在外面就在這邊等 才能卸貨 80天 是啊 那這個我們 這個經濟學家把它叫做 供應鏈的阻塞 那供應鏈的阻塞大概 可能也要兩三個月才能夠消掉 所以你覺得還是有解 因為標題寫得很聳動 就是美國遇到30年來最大的通膨 但是你覺得 你看的是物價 那美國現在內部有兩派在爭論 就是這個到底叫比較通膨 會不會是因為疫情剛緩解 那復甦的力道開始往上 所以突然之間 有人下了很多訂單 那這個當然也會造成物價上漲 因為功不應求啊 功不應求 功不應求當然會漲 那這個還有我們剛剛講缺工啊 這些種種原因啊 那他會不會繼續漲 美國就是現在有兩派的人在賭啦 有人就賭說明年三月之後 應該會慢慢降下來 對葉倫最新的說法也是說 這個2022年下半年的CPI的增幅會變換 他的增零點 對啦可是這個就是 我們的主機柱也常預言錯誤 那個現在就有人在警告 然後葉倫就說 事實上討論講這種人還不少 《華爾街日報》就已經警告很多次了 他說你明年三月之後 如果還去議長 你就控制不住了 那美國在1980年代 因為許甫還小啦 你1980年代你如果去過美國 你就知道 那一年的通膨是24% 24%那很高啊 而且那一年的薪資的上漲率是20% 這個才叫做通膨 就是你很有感你的薪水漲了 但是外面的物價漲了更多 這個才叫通膨 我們現在是擔心是另外一種狀況 就是物價漲很高 可是購買力的需求並沒有上升 那你的薪資也沒什麼漲 就是大家常講的 萬物都漲 薪水不漲那種狀況 那這個就會變成智障 就是停滯膨脹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們現在是擔心會是停滯膨脹 這個更嚴重 還是哪一種比較嚴重 停滯膨脹你等於是兩頭苦 就是物價也漲 你也失業 或者是你薪水也漲 所以是痛苦指數飆到最高了 就兩邊都痛苦嘛 那通膨是你失業會變少了 你工資會上升 可是物價你可能追不上 這個就是通膨嘛 我們台灣跟大陸 有些人懷疑會不會是智障 就說可能是 痛苦指數最高的 說成長也變緩了 坦白講我們台灣今年的經濟 有很大一塊是 半導體外銷撐起來 我們對中國 我們外銷有一半是半導體 一半是半導體 所以我們的內銷非常慘 所以因為我們大部分 都是活在國內嘛 對 因為數字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在內銷裡面供線很少 可是事實上就是半導體的外銷 非常強大 其實廣一講高科技都很強大 可是我們的上市公司 你如果把高科技的整個拿掉 那其他的事實上都有點辛苦 那有的根本連上市都沒有 就是做國內內需的 那都非常辛苦 所以如果美國 那美國的這一波 如果沒有解決的話 會影響到台灣嗎 會應該 美國如果沒有解決 就是全世界的問題 全世界都會有 那現在傳出一個說法 就是美國就是現在 因為有一個數字我告訴你 我們就看到那個生產者的指數 就是我們台灣叫囤購價格 就是在那個企業端的價格 然後我們講CPI 是指消費者的價格 我們這兩個的差 叫做剪刀差 就PPI跟CPI P就是生產者 我們台灣跟中國 還有日本都超過10% 10% 這什麼意思呢 表示企業拿到了原料 原料端的價格已經 漲成10幾巴 那可是還沒有到零售端 完全表現出來 那我在加工怎麼說 我還要再反應在消費者身上 對那或者是他怕 一下子消費者沒有錢買 他不敢漲太快 比如說美國 美國上個月通膨6.2% 非常高 結果去查他的上游PPI 就囤購價格17.6% 所以還沒完全 還沒完全閃現出來 還沒有完全閃現出來 他等於還在自己吸收 對 哇這個 所以現在傳出一個說法 就是說美國急著要 降中國大陸的關稅 可以去救他國內的物價指數 這兩個 這兩個 我認為關係有一點點 可是不是主要問題 你沒有錯啦 你降關稅 然後中國進口的東西 會變便宜 可是物價不是只有 中國進口的東西 物價還有糧食 而且它綜合非常複雜 有人員 中國又不是人員供給國 那只能夠緩解一小部分 真正的是 就是人員跟運輸 還有糧食的普遍上漲 還有剛剛你講缺工 這一部分 對那個坦白講 這個都不是中國因素 中國大部分都是工業製品 對不對 可是我剛剛講的 人員 運輸 糧食 缺工 這個都跟中國沒有關係 對這個 所以這個經濟上的變化 還要再等著看 但是後續我 而且你降了稅 你也不要以為那些進口商 會立刻降價給消費者 他有時候會緩個一兩個月 中間反正我賺到的時候 我賺到了 我先賺再說啊 是嗎 那我再慢慢的 再做促銷什麼的 對 這個商人 商人的確是會有一些腦袋 但是剛剛講到亮哥 其實也講到像 美中之間 不管談不談降關稅 可是今天蹦出來一個新聞 當然前面也 大家已經都已經收到 這樣的訊息了 就是所謂的民主峰會 白宮也正式的宣布 就是台灣參加 然後俄國當然沒有 中國他當然也沒有 連新加坡也沒有這件事情 泰國也沒有 泰國也沒有 對這個在選擇這些的時候 會不會進一步的 讓這個拜習峰會 還是說拜習峰會 有談到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不是民主峰會 這個叫親美反中鋒峰會 對到時候你看 蔡英文總統會跟 拜登在同一個視訊檢查 蔡英文是不是確定還不知道 會不會 是不是有蔡英文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就是說我要你參加 但是我不見得要到 那麼的刺激 我覺得本來 沒有啦 因為世界中心是這樣 因為拜習峰會 才剛結束 那接下來不是有 四個工作小指要啟動嗎 那美國坦白講 最希望中國採購的 就是波音客機 因為波音這樣的財務 非常嚴重 那就是因為中國抵制 那中國一直對那個 737的MAX 它到現在還不合法使用 那光是737的MAX 中國就有96架 你如果12月9號 確定邀請蔡英文上視頻 我跟你保證波音訂單就沒了 就一定會有反制作為 一定有啦 對啊你才跟我 第一次市區峰會 你轉頭去跟蔡英文市區峰會 所以我認為 中國手上是有籌碼的啦 因為美國需要他 完成剩下的那32%採購 那32%是800億美元 所以中國手上的籌碼 換過來美國會拿這個民主峰會 當一個籌碼 就是說我會讓他 沒有辦法 因為我那個訂單 年底前都可以下 我不一定要在那一天前後 所以我是先看你美國 怎麼樣的表現出來 對我覺得會是這樣 還有冬奧啊 美國也要決定要怎麼抵制啊 是 那中國就會講說 你不是剛說 你不會挑戰我的政治體制嗎 那怎麼新疆人權 回頭來就來了 新疆人權又是問題了 不是嗎 因為你抵制冬奧就是新疆人權嘛 不知道還有什麼 是 對不對 然後 民主崗位也是挑戰他體制 是嘛 因為他講了三條底線 民主崗位不是挑戰體制 是對他主權領土的不尊重 他有三條底線嘛 一個叫做挑戰政治體制嘛 那另一個是不要妨礙我崛起嘛 那第三個是主權領土要尊重 對不對 那那個拜登不是還要 繼續搞科技戰嗎 那甚至還要去搞那個什麼 印太經濟架構 那個事實上就是科技戰的 另外一個延伸 那你不就是又在妨礙我崛起嗎 所以等於是三條底線都被挑戰 那這個拜信峰會的意義在哪裡 沒有 就是表示就只有 有很非敏感的項目嘛 比如說經貿的關稅啦 增加一點採購啦 還有氣候變遷的議題啦 大概只有這樣 對 回過頭來 大概雙方看起來的 成果不會很多啦 而且競爭的趨勢還是在啊 你幾乎可以篤定核武對話沒有用 中國不會做任何讓步啦 那你如果在民主峰會 確定有小英的視頻啊 那我認為波音訂單 大概就是沒有啦 那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常常比喻 就是很古老很古老的比喻 就是美中兩隻大象在打架 那最近受害者出來了 受害者就是所謂的台商 但是呢 這是先前當然北京那邊 也有說警告說 你所謂的什麼資助台獨的企業 這個會予以懲罰等等 現在看起來遠東 就被開第一槍 但原本他國台辦也可以不講 但是國台辦也出來講 其實人家這樣問他 他就證實這個就是 一方面你有違規 就是遠東我查了你好幾個場 的確有違規 一方面我也說 這個就是對台獨的一個懲罰 亮哥你怎麼看 這個事情是真的打到點上啊 因為中國不可能直接 用政治理由說我要罰你 比如說你支持太多 對我就罰你 不可能這樣啦 因為如果這樣 那你基本上就違反WTO了嘛 你WTO還是要根據 經濟上的特殊的因素 而且法律上有根據 那所以中國基本上就是 我到底要不要抓你這樣的問題 因為中國的法律的執行的強度 那個是有彈性的 所以徐劇東遠東集團 事實上是五個省聯合調查嘛 這不可能是一兩天就出來的啦 因為他本來就在淘汰三高產業嘛 包括我們講那個高耗能 高污染跟高排放嘛 那遠東有石化業又有這個水泥業 本來就是調查對象 那只是剛好碰到這個事情嘛 所以他就把它扣在一起了啦 因為遠東集團剛好 2020年好像是台灣 政治獻金最大的企業集團 就是貢獻給政治 藍綠嗎還是 五藍綠 五千多萬嘛 那有人去統計了 大概69%是給民進黨的獲得 所以是七三比七給綠三給藍 差不多 大概69比31 等於藍只是說我照顧一下 但是他其實壓綠了 因為本來民進黨息事就多嘛 那對遠東集團來講 他當然是壓會當選的人嘛 坦白講台灣的企業都是這樣 當然有一些特殊例外 可是不然大部分都這樣 那他就剛好被挑出來當作對象這樣 可是他也沒有講得很明啊 可是那個味道就出來了 我注意到國台辦說話 他是說遠東企業違反了什麼什麼 差了什麼 那另外一方面 他不是指遠東企業 但是台獨的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所以 但是聽的話 你就前後輪點在一起 你就好像 這個事情比較麻煩的是後續的 他還沒辦第二家啦 可是網路上就會有人開始造謠嘛 比如說就傳出什麼 12個台獨金主 對對有些影片 網路上已經有了 你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這個我覺得有點像演藝圈啦 演藝圈那時候 黃恩不是到處亂點名嗎 對不對 那因為你不確定 他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比如說 會不會有所謂的 下一個台獨金主 會不會有那三個 頑固台獨分子之外 還有第四個人 這個都現在都目前 處於不確定狀態 那事實上 美國跟中國也是這樣啦 他們也互相搞啦 中國也列出28個美國人 雙方常常會有一些名單 馬列黑名單 黑名單 那也不能夠去中國做生意啊 幹嘛啊 那美國佛羅里達州 那個參議員 Rubio就是啊 對 那可是因為美國夠大 所以Rubio還可以靠 我就做自己的 不做中國市場的企業 來募款嘛 那台灣這個難度會增大 尤其是你如果要選 縣市長以上的工資 所以我才說 這幾個人被點到了 或是後續還有人被點到 這樣子的做法 真的會對選舉 會有影響嗎 我覺得選立委還好 因為立委大概 我們台灣就是大概需要 兩三千萬到四千萬 那台灣還是有很多企業 他捐錢不一定願意露擺 比如建商 比如說 尤其是中南部 中南部有一些很多企業 他不願意 透過一些管道去捐 他不是用政治獻金 中南部還有那個寺廟團體 比如說哪邊掉了錢 哪邊去捐到 還有那個台灣的本土要件 很多啦 就是立委可能這還是OK 但是如果你說到 你要選縣市長難度很高 因為你要選個台北市長 那起碼要募個兩三億吧 所以殺雞儆猴 你不太可能 不接觸到上市公司啦 那我們台灣的上市歸公司 有百分之73.7% 就在大陸都有投資 那這樣子殺雞儆猴 現在儆到了嗎 我覺得有 你覺得有 我認為有 比如說遠東集團 他下一次2018 不2022他就會非常謹慎 跟其他的集團企業也會看到 那連帶的好這些企業 我就頂多不了 我這個政治獻金 這部分我就比較保守 除非他私下給你啦 可是老師說這是違法啦 這個就是違法沒有錯啦 因為坦白說啦 我們政治獻金法 也實施了快要20年了 也很多年要說 所以大家很習慣 所以你捐給藍跟綠啦 那大家就覺得說 反正我就要公司出帳 那這個沒有牽涉到我個人的財務嘛 對不對 一切合法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因為這個因素啦 那導致有人必須要走地下啦 那這個坦白講會很複雜啦 對企業界跟候選人來講的話 而且三四位公司坦白說 他們也不想違法啦 對啊 這個如果被抓到或是被 而且你在選舉萬一對手 那就變成是你跟那個 企業組的個人交情 那他拿他私人的錢給你這樣 就會變成這樣 那候選人真的 如果不靠這些現金的話 他的選舉是很上喔 我認為縣市長以上 非常不容易 目到這麼大的額度啦 那立委市議員倒還好 就還可以 但是後續的變化就是 樣跟覺得還是要進一步的觀察 會不會有再下一步的動作 因為有些人 比如說我隨便講好了啦 比如說我們說蘇巧惠 蘇巧惠一定會連任立委嘛 那這個到底對他是好還是壞 我覺得很難說啦 因為有很多人會說 哎呀他可能因為這個事情受害 沒錢但有票 對所以就有一些小的 中小企業來捐錢給他 那他們沒有去中國做生意啊 你知道我意思嗎 另外的來源 對對對就可能會有一些企業 所以就說啊那我們就去集中 來支持蘇巧惠啊 他上次過一公司他不好募款啊 所以這很難講啊 因為目前只有這個個案 比較明顯嘛 因為他是蘇貞昌的女兒嘛 所以他就會變成 矚目的焦點這樣 後續大概可以再觀察一下 蠻特別的一個選戰的變數啊 cidade的邰巴 加油 嘞 是的 發生了